大家好,我是Edie,歡迎回到LiveJourney 今次我們又回到手帳裝飾術了 上一次就說過用相片、抹花圈去裝飾我們的手帳 今次我們就會做一些輕鬆點的東西 上一次也有人問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在Susan老師課堂裡學到的東西 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今次我就會分享一樣我在Susan老師課堂裡學到的技巧 去幫助大家去裝飾你的手帳 今次我要說的就是水彩雲染 而且我也會說一些配色技巧 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我們會預備一些紙 今次我就會用到這種圓形的貼紙 我是在台灣買回來的 但就算大家沒有的話 都可以用普通的畫紙去代替 最後剪回圓形出來的 首先我們就要用頗多的清水去填滿整個圓圈 最好可以填出界 那我們就不會怕填到那些邊位了 然後就用兩種以上的顏色在這個圓圈的範圍裡 隨意地畫上去 你不需要刻意畫一些特別的形狀 因為其實它都會隨意地畫開 你只需要大概在你想要的地方點上這些顏色 我們再示範多一個 其實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究竟我們怎樣去選擇 這個圓圈需要有些什麼顏色 配色就是在設計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學問 但如果我們不是那麼專業的人士 我們可以怎樣去配色呢 我就會建議你可以在Pinterest裡面打Color Palette 它就會出了很多不同的色版 而是有一些主題的 這些顏色通常都是有人去拼過 覺得是OK才會放出來的 那你自己都可以選一些你喜歡的類型 例如我選了這個 那我就跟著它的顏色這樣畫上去 那我們不需要每一種顏色都畫上去 先選了顏色的配搭 然後再上色就會比較容易 至少你混色的時候 都知道你究竟要混了一種什麼顏色 它的飽和度有多高 它的深淺度有多多 如果你想它的紋路有多些不同的變化 就可以用筆觸在上面加上一些線條 水彩雲染的好處就是你不需要想太多 亦都不需要太仔細 但你隨意地去畫上一些顏色 出來都會很漂亮很特別的 而且每一個圓圈都是獨一無二的 我除了會畫圓圈之外 我都會畫一些不同的幾何圖形的 這樣拼貼的時候就會有多些不同的層次 如果你選定了一種的風格 我會建議你畫多幾個不同的圓形 等它們乾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拼貼 那我們來到裝飾手像的部分 第一個我會示範的就是把兩個相似的圓形去拼貼在一起 它們可以有些重疊的部分 而在其他的空間我就會加上一些小的幾何圖形 但都會用回相似的色調 而第二個的示範呢 我就會想去用到另外一種的技巧 就是把這個圓形去分割 當我貼了一邊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多了的剪出來 然後在對面貼上去 在畫面上面營造那個平衡的感覺 然後在空白的地方 加上其他的相同色調的圖案 如果你再想豐富一點這個畫面 我就會用到一些日褲的 或者一些紙膠帶 我主要就會用到一些間條文的紙膠帶 和一些文字的紙膠帶 而日褲呢 你就可以選擇貼在圓圈裡面 又或者圓圈的外面 在中間的部分 就可以寫回本身你想寫的內容 畫面看起來 好像都是有很多空位 但我這幾年就發現 原來寫手像 留白的空間都是很重要的 有時都不需要填到畫面太滿的 就算你沒有寫開手像的話 只是不停畫這些水彩雲染 都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 而且我覺得這種水彩雲染 和我寫手像的折口很相似 寫手像只要自己舒服就可以了 而且只要你一開始寫 這就是屬於你的手像 不知道你覺得這個裝飾的方法怎樣 我自己覺得這個方法 就不需要太過專注都可以做到 在寫手像的時候有時候很累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幫自己減壓 看到顏色混在一起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治癒很舒服 希望這個方法可以幫到大家 去裝飾你的手像 和找到一個適合你的風格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就給我一個讚好 和訂閱我這個頻道 追蹤我的IG和我聊聊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